麒连山位于中国西北地区,是中国境内的一座大山,也是青藏高原和内陆干旱区的分界线。 在麒连山周围的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古老的王国,即麒连山王国。 本文将从麒连山王国的起源、历史、文化等方面进行探讨。 1. 气园 麒连山王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当时的麒连山地区是西戎民族的聚居地, 也是中原和西域之间的交通要道。 在战国时期,秦国开始对麒连山地区进行了征服,而在秦朝灭亡之后, 麒连山地区又成为了汉朝的一个重要领地。 到了三国时期,麒连山地区逐渐独立成为了一个小王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麒连山王国逐渐发展壮大。 2. 历史 1. 麒连山王国的兴盛 麒连山王国的兴盛可以追溯到唐朝。 唐朝时期,麒连山王国逐渐壮大,逐渐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在唐朝时期,麒连山王国的领土面积非常广阔, 涵盖了今天的甘肃、青海、新疆等地区。 麒连山王国的人民在这个时期, 开始建设城池、修筑农田、开垦沙漠。 经济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2. 麒连山王国的衰落。 尽管麒连山王国在唐朝时期非常兴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的统治者逐渐堕落。 政治经济遭受了一系列的挫折。 麒连山王国开始逐渐衰落。 在唐朝灭亡之后, 麒连山王国受到了各种侵扰, 甚至被迫臣服于后来的了金、元等王朝。 到了明朝时期, 麒连山王国已经不存在了, 仅仅留下了一些史料记载。 3. 文化。 麒连山王国的文化和艺术表现 主要体现在雕刻和绘画方面。 考古发现的麒连山王国遗址中, 出土了大量的石刻和壁画。 它们为我们展现了这个王国的文化面貌。 麒连山王国的石刻艺术 以麒连山石壁为主要材料, 以雕刻工艺为表现手段, 包括佛像、人像、动物像、器物像等。 其中以佛像最为突出, 佛像造型完美, 表现了当时佛教在这一地区的盛行程度。 而人像、动物像则表现了 麒连山王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场景, 展示了它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 此外, 麒连山王国的壁画艺术也十分出色, 多以彩绘为主, 用色鲜艳, 构图合理。 壁画内容涵盖了佛教故事, 历史事件, 人物传记, 花鸟山水等。 这些壁画不仅展示了当时社会的文化, 艺术和宗教面貌, 同时也为今后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化遗产。 在麒连山王国的文化中, 音乐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麒连山王国人民喜爱唱歌跳舞, 他们会用双簧管。 笛子, 胡琴等乐器演奏各种音乐, 常常在祭祀, 宴会等场合中表演, 以增强节日气氛。 在音乐和舞蹈中, 人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社会的风貌和文化内涵, 了解麒连山王国人民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 总的来说, 麒连山王国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 其文化和艺术表现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这些艺术品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特征和生活方式, 同时也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 文化和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见证。